最高的是春月表现力22分 其实你唱的不错 但是你这个选歌稍微有一点点让我吃惊了一下 我想要选这首歌 我没有什么吃惊 因为这是我唯一能够完整唱下来的歌 我为什么会选的这首歌 在舞台上唱 请唱一下 我让我解释一下 我为什么会选的这首歌 是首先呢 我首先觉得这首歌很好听 第二 我觉得这首歌当时在所有的KTV里面的 MTV 就是MV MV 这都很难看 我当时在想 哎怎么没有人去做一首这首歌的MV 然后我在想说我在节目里用了这首歌 他们就会把我放在这个MV里面 我就可以省钱录的一首MV 然后又有一个东西可以放在KTV里面 大家一点之后看到我 我当时在想要一举两得 他们肯定会替换下来的 因为他们之前那个原本 替换了吗 你们去KTV上去 KTV的那个老总们老板们看一下 可以给你把这事听一下 还有一句 今天坐在直播告诉所有老板 你要把我 你要把我的这个 呃当时在 呃在台上录制的这个 给我换成这个 对 当然是不是有版权费你就不知道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收不收版权费 是不是啊 那收不收到版权费 不是咱收不 我去我去帮你谈一下版权费 就应该可以谈来的 他不应该给我们版权费吗 对呀 怎么是我们给他们版权费呢 对呀应该是 你唱的歌是没有放原放原声 你你用我的用的是我与其的这个 对 他也可以用我的原声对吗 经纪人听不听到这个 他可以用我的原声 我的原声已经变成了 就是原声 有没有期待的原声 有没有迫不及待想听一听呢